我們在學習普通物理 在書本上面大部分都是從一維的開始講起 然後再從一維裡面進到二維或三維的時候 那在我們這邊的話 其實一維的東西對你們來講其實是很熟悉 但是呢在觀念上面要把一維變到二維到三維的時候 它其實是需要一些向量的觀念 所以我們在這邊就先從向量的概念開始講起 那基本上面我們必須要先了解一件事情 好 講一個我的經驗好了 裡面當然唐淳一直在問我說教科書是哪一本 我們的教科書本上面follow所謂的那一本教科書 但是我裡面的我在課堂上講的東西 已經綜合了很多的課本的東西了 所以你會有些方面就是說看到老師講的東西是多加進來 有些東西是你可以再看課本上的東西的 那基本上面在大學裡面上課的話呢 對最好的學生來講的話是不是一本書從頭繼續的每一個follow一本書下來 而是教授我們自己已經整理的東西 但是為了讓你們也可以follow 所以要選一本適合你們的教科書 這是在大學裡面跟高中唯一比較不同的地方 那我剛剛已經告訴你們我在民國64年我上大學的時候 我高三畢業的老師在我還沒進大學的時候 他就送我兩本我的普通物理就是Holiday 他送給我的時候就是那是他自己買來 我的高中老師 他說 蔡修騰你考上哪裡了 我說我上了師大物理系 然後他就說好那我有兩本這個教科書你拿去看好了 然後我就在暑假的時候很賣力的從第一頁開始看 然後得得得得得看看看了一個chapter one 終於把所有的專有名詞看完了 然後一知半覺的情況 到了第一堂課跟你們一樣 現在坐在台上的我 台下的我 老師說我們第一張第二張不用上 從第三張看上去 那我就發現說 我看了一個暑假 我才看了chapter one而已 那我以後怎麼辦 有一點慌 尤其是英文的部分必須要去克服那個障礙 後來我發現我那個chapter one 看了很辛苦是非常有代價的 因為我已經熟悉英文教科書的學法了 因為在英文教科書裡面大部分都是simple sentence 就是簡單句沒有很多描述 描述這個形容詞什麼的部分 所以你們拿到課本的時候 同樣的情況你會發現說 老師怎麼已經上到什麼第幾頁去了 那很normal 不是第一頁開始 那也因為這樣子的情況之下 你必須要更了解的就是物理 你在學物理的時候 物理本來就是一門經驗科學 所謂的經驗科學 你就要保持隨時隨地保持一個懷疑的態度 他是對的嗎 他在什麼情況之下是對的 因為他是經驗科學 所以他每一個你認為是定理或定律的東西 他應該都可以用實驗把它做出來 最偉大的物理學家 你們都知道20世紀就是愛因斯坦 愛因斯坦在發表相對論的時候 是沒有多少人相信他的結果 為什麼後來會相信他 因為他實驗可以做出來了 包含廣義相對論 就是從日時的觀察裡面看到他的光線篇則 他的理論是預測是對的 所以人家才相信他的理論 那他才有機會 得諾貝爾獎的情況 所以有很多要得諾貝爾獎的人的話 是要期待做實驗的人 把他的實驗東西做出來 就像楊正寧跟李正道 他們發現這個落交戶作用的時候 那是理論出來了 但是沒有人相信他 他們就只有去找吳建雄去design一個實驗 去證明他的理論 然後吳建雄把他的理論做出來以後 他們才拿諾貝爾獎 所以拿諾貝爾獎的部分的話 你一定要有實驗跟理論的預計 尤其是在現在這個時候 你不論發表paper 或者是你發表什麼 理論跟實驗不能偏諱 所以你學習東西要扎實 就是你的理論要扎實 實驗就是你的操作技術要扎實 這兩樣你要同時兼備 物理既然是經驗科學的話 那就有物理量 這個物理量就是我們實驗 要去test的量 你實驗要做什麼 不是只有現象觀察而已 這個是 那個現象看到了 並不代表你就可以說服別人 要有一個定性的東西 那個定性的東西 一定要用一個物理量去把它呈現出來 那這個物理量跟什麼的關係 好 才是你最重要的 那既然要有物理量 那這個物理量要什麼表示 在物理上面的物理量 那我們就可以分成兩種表示方式 一種就是我們所謂的向量 OK 一種就是我們的存量 好 所以我們在第一章裡面 我們就先從向量來講起 存量非常簡單 就是你們一個測量的數值都是12345 它就是單純一個大小而已 OK 那溫度 溼度 溼度 都是一個存量 長度 也是一個存量 好 那我想這是沒有問題的 時間也是一個存量 那向量呢 向量它就必須要有大小 然後再加上要有方向 OK 所以我們在發現 我們很多的量 物理量的部分的話 不是大小就可以 是清楚它的意義的部分的話 你必須把方向加進來 這個就是我們的向量 那在這裡面 那在這裡面 我們剛剛 講的這個向量 馬上我們用到的 就是 跟位移相關的就是向量 然後 這個 我們說速度 就是一個向量 未來的部分的話 那 你還會看到 force 是一個向量 OK 電磁場 電場 是一個向量 這些都是向量 所以 基本上面 我們既然知道說 向量它要有大小 有方向 那我們的表示 一定是一個 可以表示大小的 那方向怎麼表示呢 方向就是用一個 鍵號來表示 這是我們的表示方法 那 你這個表示方法的部分的話 在課本上面的話 有非常多種表示 課本上面 也許你不寫鍵號 就直接把這個A 當成是一個粗體的A 那也可能是向量 OK 所以 它不是純量 因為它已經在課本的前面 某一本書 你就可以看到 哦 它的課本前面的話 它已經告訴你 粗體字 它就是向量 所以 但是在黑板上面 我們沒辦法寫出粗體啊 OK 我畫的多粗 你還是一樣啊 對不對 所以 因為沒有辦法跟其他的 比較 我們平常我們會把它寫成兩橫 就像這樣子 這是粗體的部分 那 但是 你說你把項量畫在這裡 還是沒辦法看出 它到底是什麼樣的一個方向 所以如果你真的要去表示 它的方向是什麼 你就可能需要一個坐標系統 來描述它 那我們等一下我們就要來看 再看看這個要用什麼 坐標系統來描述它的部分 那 關於這個方向的部分 最簡單的方式就是 你把 它的方向 確確實實的 畫出來 它的方向 好 我朝這個方向 我朝這個方向 非常確確實實的畫出來 那 既然你要確實畫出來的時候 那這一根 這個方向的大小 這個長度 那就是你的 這個大小 OK 那我說B 那我說B 它可以短一點 它可以短一點 這個就是它的大小 這個就是它的大小 好 所以 我們可以看到了 它既然是A B這兩個 是不同的向量 那在存量裡面 存量的運算 怎麼運算 加減乘數 很好 加減乘數 那相量呢 因為 一樣的 你看到了 你加 你也想要來把它加一下啊 對不對 所以 在 這個 向量的運算裡面 你會看 考慮的 第一個部分 你就希望 來看看 你的sum是什麼sum 那現在的sum呢 是你的better sum 你的向量的加法 那向量的加法 其實是 非常非常簡單 你已經知道 兩個向量 這是A向量 然後呢 你也知道B向量 那我們可以看到的 就是說 你把A向量 跟B向量 你要把它相加的時候 那我們就直接把它加起來 A向量把它畫出來以後 然後把B向量呢 把它跟在A向量的箭頭 再過去 然後我們把 這個結論 結果就是從A向量化到 B向量的箭頭 就是A加B 我相信你們都 大部分的同學都已經知道了 因為你要坐在底下 在高中裡面的數學 就已經教過了 那 在這個像 在這個加法裡面的話 其實已經隱含了一個 A加B 它跟B加A 是一樣的意思 那句話說 它是符合交換率的 它是符合交換率的 OK 那如果 你把第三個向量放進來 A加B 再加C 那這三個向量的部分的話呢 那這三個向量的部分的話呢 你可以把A跟B先相加 再跟C加 也可以什麼 B跟C先相加 再加A 這是符合結合力的部分 這是符合結合力的部分 那 那 跟 存量的四折印算 接著你想要看的就是 減法 那減法的部分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說一個向量 它有大小 有方向 那 它的 反方向 把它變相反 那 只要你把它變這個前面帶一個負號 就代表這個向量的方向是跟A向量的方向相反 所以 如果這個東西 你了解的時候 那減法呢 其實就很簡單的 因為A向量減掉B向量 我就可以把它寫成 A向量加上負的B向量 那回歸還是什麼 加法 所以 加法跟減法 沒有什麼 差別 它 重點就是 你如何知道 這個向量 負號的時候 就是你的方向改變而已 好 這是向量的減法 那 算量減法 你也知道以後的話 我們剛剛已經講過一個 說 不管 你是用一個箭頭來表示 A 這個向量 但是 箭頭 包含老師在黑板上畫了半天 這個箭頭到底指向的是哪裡 我這一根箭頭跟這一根箭頭 已經有誤差了對不對 誤差多少度我不知道 但是 在物理上面是什麼 是應該很精確的告訴人家 方向在哪裡 對不對 既然你要精確的告訴人家 方向在哪裡的時候 你就必須要有一些參考的座標系統 來告訴人家說 我在哪個方向 所以 這樣的表示方法 其實是一個比較 比較弱 精確的一個表示方法的時候 我們就必須要把座標系統的觀念 也凝聚 那座標系統的觀念進來的時候的話 首先我們先看一下 如果是一個直角座標系統 XY平面上面 那我們把黑板當成是XY平面的話 那我們說 在這個XY平面上面的話 我們的座標系統 X跟Y的這個座標的話呢 那他們是垂直的 所以我們平常把XY座標系統 其實就叫做直角座標系統 OK 那既然是直角座標系統的時候 如何去定義 你在X軸過Y軸上面 它的大小呢 那首先一件事情 我們在每一個向量上面 每一個coordinate的system裡面的話 首先你要定義的是 Univator Univator 就是單位向量 那所謂單位向量就是什麼 就是 在這個系統裡面 它的大小 這個向量 的大小是等於1 OK OK 那大小是等於1 就是Univator 但是 在這個座標系統 沿著座標軸的方向 它的大小是等於1的Univator 那就是這個 那就是這個 這個 跟這個 它大小都等於1 所以 我們就可以看到 在這裡面 這就是我們所謂的I 這就是我們所謂的J A 接著我們就可以看到 如果 我說 一個向量A 是等於5I 加 不要那麼大好了 2I加3J 那所代表的意思是什麼 所代表的意思很簡單 就是2I 那方向你也知道了啊 那我們說 它是兩倍的I的方向上面 在I方向上面 有兩倍 好 在J方向呢 有三倍 那這個向量 加這個向量 這是3J 然後呢 這是2I 那你加起來 這個就是我們的A向 所以 你會非常 Where Define 就是非常嚴謹的定義了 A的大小跟方向 這樣了解嗎 所以 當我們的 這個 A向量 你已經定義出來的時候 那我們同樣的可以看到 我實際上就可以把 A向量 表示什麼什麼 A向量表示 AXI AX就是在什麼 I方向上面它的大小 再加上 A 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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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他在J方向的大小 那 我們平常把 AX 跟A Y 叫做 Component 就是分量 A 這是Y Component 這是X Component 這是X Component OK 那 我已經知道 A這個向量 在X方向 它的Component 跟Y方向的Component 我就知道 A的大小 跟 跟 它的這個 方位 所以 從數學上面 因為它是直角 做標系統 所以 A 這個向量的大小 是等於多少 就是 AX的平方 加 AY的平方 然後 開更好 對不對 那它方向呢 這個Cata角 那 Cata角 很快的你就可以知道 是Tenant的 AX AX 加分子 AY AX跟 AY的關係 其實 AX 我可以把它寫成 A 我們平常 就直接寫成 A 代表它的大小 那 A的Cosine 的Cata 那 AY呢 就是 A的Sine Cata 這應該沒什麼問題吧 到這邊 有沒有問題 有問題的 沒問題的 請舉手 很好 好 這都是很簡單的 的東西 那 除了 直角 坐標系統 以外 我們會發現 我們 不是這個 坐標系統 我們常用而已 這是 二度空間 你可以再增加一度空間下來 只是 你增加一個坐標軸 而已 但是 除了這個坐標系統以外的話 我們要介紹第二個坐標系統 第二個坐標系統 第二個 第二個坐標系統的話 就是我們所謂的 極坐標系統 那所謂極坐標系統是什麼呢 你基本上面 我們的SY坐標系統 你已經知道了 那所謂極坐標系統是什麼 極坐標系統 極坐標系統 它常常用到的範圍裡面 是在轉動裡面 那 它呢 所 第一個 就是我們從 這個圓點 到 外面的有一個 點 這個呢 就是我們的R 這個R 這個R 向量呢 在 XY的坐標系統裡面 它就是 XY 它的 位置 P點的位置 但是 我們發現一件事情 是說 除了 我們把 這一點 P點 所在的位置 用 SY來表示以外 我還可以用 另外一種方式 來表示 那 這個 表示法 就是我可以用 R 跟C 它這兩個 參數來表示 對 R是哪裡 從 遠點 到它 R向量的 絕對值 換句話說 你已經R 知道了 那C 它腳 你已經定了 就是P點的位置 我就定了 對不對 那 依照這個概念的時候 我就知道說 我如果要用R C的 來表示我的 坐標位置 或者我的向量的時候 我就可以用一個 坐標系 這個坐標系 是什麼坐標系呢 那 它 直接 以 遠點 為中心點 然後 我 用 一個 一 univator 就是1的值 畫一個圈圈 OK 那 這個是大小 是1啊 這是1 這個大小是1 那 現在我就發現 我們剛剛已經看到這裡 你會發現說 你要用 X軸 Y軸來表示 我要定兩個單位向量 這兩個單位向量 是已經把它的方向 表示出來 同樣的 你在這邊 也要用單位向量 把方向 表示出來 那 我們可以看到 對P點來講 它是什麼 從0 連點 一直 連過去的 那 我就可以定一個單位向量 這個單位向量呢 跟那邊 是一樣的 一個是這個方向 那 我說 這個單位向量呢 是這樣子 我們看到了 單位向量是什麼 單位向量 我已經不再向他 畫箭頭了 我只給他什麼 戴帽子而已 只要你看到 只要你看到這個是一個戴帽子 的話 它就是什麼 代表單位向量 OK 所以 你看到了 R的單位向量 它其實它的大小就是1 那 那 我們剛剛已經看到了 R的單位向量是 從 遠點 指向 近向 朝外 對不對 那你放句話講 遠點 近向朝外 那 R是什麼 R是可以任何一個 定向朝外 我這也是R 對不對 所以R的方向有沒有改變 會變的 OK 你只有R 並不足以代表它的位置啊 你要另外一個單位向量 來補助你 那就是 你現在看到 你要把P點的位置定出來的時候 你除了R以外 你還要有一個什麼 C塔角 對不對 所以C塔角 就是你另外一個可以定單位向量的 那我們再來回來看這邊 我說 這邊的單位向量是從怎麼定 你X軸是不是 X軸增加的方向 它的大小是1 來定I的單位向量 來定I的單位向量 Y軸增加的方向 大小是1 來定J的單位向量 同樣的 在這裡 R的大小 增加的方向 OK 它的大小是1 來定單位向量 所以 現在你要定C塔的單位向量 C塔是什麼 從0 0度一直增加 那C塔的單位向量在哪裡 它是不是一直在增加 在這一點就是這個位置 它是垂直的 它是垂直的 在這一點就是這個位置 它是垂直的 它是垂直的 你C塔一直在增加的方向 OK 這樣了解了嗎 所以 在 極坐標系統 你會有兩個 單位向量 一個叫R 一個叫C塔 那這樣有什麼好處 它當然有它的好處 我說 我一旦知道 這個向量的時候 我說A向量 剛剛在這裡 我們就直接把這個叫A向量好了 免得跟R 這個A向量呢 我就直接 可以把它寫成A的R向量 那A的R向量 所代表的意思是什麼 它實際上方向有沒有固定 沒有 它只告訴我 這個向量 就是跟 遠點 距離 A位置的 任何一個點 都可以的 那常常我們用這樣子來表示什麼 表示 兩個指點 A A 指點 跟B指點 我用P1 P2好了 P1指點 跟P2指點之間 他們之間的連線 你會發現 未來我們會討論的很多問題 都是屬於他們之間連線 跟他們的距離有關係的物理量 要 譬如說 兩點之間的 萬有引力 兩點之間的 這個電力作用 你們都知道 跟他們之間的距離有關 方向是哪一個 如果這兩個 萬有引力 那方向就是朝外啊 對不對 如何去表示它 表示這個方 表示這個向量 你直接就可以寫程式 這個force的大小 就是一個constant 那它是跟R平方 呈比例關係 跟這兩個指點 M1 M2 有關係 那方向呢 方向你就直接寫成R 因為 它 P2受P1的 旺有引力 就是從它為原點 它的force OK 所以 這是它的 單位向量 就朝這邊 所以 這是我們用極坐標 常常 很容易表示出來的 它在任何情況 你在怎麼樣的情況之下 不管P2點在哪裡 我的萬有引力 都直接可以 這樣很清楚的 表示出來 但是我用直角坐標 我就沒辦法 這麼清楚的 表示出來 OK 另外一個 再舉個例子 譬如說 我一個東西在這邊轉 OK 那轉動有速度 有角速度啊 對不對 對不對 那我說 一個指點 在這裡轉 在做圓周運動 那它的速度是什麼方向 什麼方向 是不是CTA腳 CTA的方向 對不對 所以 我就很容易的吧 好 好 我說一個做圓周運動的 它的速度 它是一個Constant 然後它的方向呢 就是CTA的方向 這是圓周運動 換句話說 你就可以看到 這種坐標系統 有它的用處 那用處呢 就是在 某些的問題上面 如果說圓周運動 它的方向 你用SY坐標系統 用來表示 會複雜 但是用它來表示 你就很簡單 看得清清楚楚 OK 所以 每一個坐標系統 有它的用途 也有它的意義所在 這是我們在 學習的過程當中 你可以看到 你要用什麼坐標系統 都可以 但是 就是 常常我們會希望 有一個坐標系統 讓你簡潔的 能夠表示出來 那你就可以去使用 最簡單的坐標系統 來看待 好 那你已經知道 這兩種坐標系統 其實 它應該要什麼 可以複換 對不對 那可以複換的部分的話 那我們現在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單位向量 如果我要把它換成 I跟J 那R的單位向量在I軸上面 它的大小是多少 嗯 Cosaincita 的同學家 在J軸呢 Saincita 那同樣的 Cita的單位向量呢 在I軸上呢 等於多少 Cita 或者你直接把它畫在這裡 這裡Cita 表示在這裡 這邊的Cita 方向就是T 那這個就是你的Cita 所以你就很清楚的看到了 這是負的Saincita 再加上 那你之間就可以複換了 我們就可以把 A等於A的單位 那你直接換過來 A R 是等於Cosaincita I 加Saincita 的J 方向 所以你乘開來就是 我們這邊 告訴你的 AS就等於Acoscita AY呢 就等於Asincita 沒有問題 這個就是AX AY 有沒有問題 所以兩個座標系統 你很清楚了以後 你就不會感覺這兩個座標系統 有什麼樣的 有什麼樣的一個不同的地方 那也因為你可以這樣子的表示以後 我們就會發現說 我們這 我們的這個 你的向量的印算上面 我可以更明白 用座標系統的概念 來做我的向量印算 我說 我要把兩個向量 A向量是AXI 加AYJ 和V向量 是VXI 加BYJ 那 當我在這個 直角座標系統裡面 我非常的清楚 看到了A向量 那 在X上面的投影就是AX 在Y上面的投影 Y軸上面的投影就是AY 這是我們剛剛已經知道的 的情況 好 那現在B向量呢 B向量的部分 我說 我們剛剛也看到A 加B 就是把B向量 接在A向量的後面 那B向量 那我們現在同樣的 B向量在X上的投影 就是這一段 這一段 這一段呢 就是我們的 BX OK 然後呢 它在Y軸上的投影 在這一段上面 就是我們的BY 所以 當A加B的時候 你看到我們剛剛 已經告訴你說 兩個向量合起來 就是從第一個向量到第二個向量而投 這是A加B的情況的話 那我們會發現 基本上面 它就是AXI加上AYJ 加上BXI加上BYJ 所以 既然 這個兩個是同方向 我把它大小相加 那方向放進來 AY加BY 這樣 那我們看到了 合成的向量 合成的向量 在S上面 這一段就是 AX加BX 而在Y軸上面 的投影 就是 AY加BY 這也是相滑的部分 這應該沒有什麼大問題 那減滑一樣的情況 你可以去 以此類推的去做 那接著我們剛剛講 四者運算 Scare 我們可以看到 在四者運算裡面 的 存量運算是 加 減 乘 除 那向量裡面呢 你就接著想要看一下 乘是什麼東西 對不對 好 那我們現在我們看到 乘的部分 在向量裡面 已經不像存量 這麼單純了 在乘裡面 它可以分成 三個大部分 那第一個部分就是什麼 我一個向量跟一個存量 那我說一個向量跟一個存量 把它放在一起 那一個向量把它放跟一個存量放在一起 其實 很明白的 這是一個存量啊 這是一個存量啊 那我說這個向量 我一這樣寫你就應該很明白了 什麼意思 就是 就是它的每一個component都是什麼 乘上A倍 對不對 只是它的大小 變得 原來的A倍而已 所以 方向並沒有什麼 改變 這就是 存量跟向量的 一個相乘的部分 第二個部分呢 你在Scare裡面 我說AV A乘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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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一樣對不對 但是在向量裡面 你不能亂寫 當我把這個掛上向箭頭以後 這三個東西都不一樣 這個叫Tensor 這個呢 這個出來的話是向量 這個出來是存量 三個完全不同的東西 所以你絕對不能隨隨便便亂寫 跟你寫AV 寫A乘B 寫A乘B 寫A.B 完全不同的 這是同學們常常患的毛病 OK 點不點清楚 這邊點點的好微弱啊 他就這樣子啊 他老師就跟你打錯 因為他叫Tensor 他不叫VET OK 這只是一個張量 然後叫張量 然後叫張量 所以我們看到的就是說 我們第一件事情是 A.B的情況 好難道 好 好 好